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援人员赶来后 他要求先救他 他手卡住了 他是学画画的 手如果废了 人就废了 而我被钢筋穿透锁骨 血块流干了 意识的最后是护士一脸焦急地找我家属签字 而江明初抱着手腕骨折的胡锡悦轻声安慰 见护士把笔递给他 他眉头微皱 我不是他家属 后来 我如愿跟他分手 他却疯了事地跑来告诉我 我们结婚 我发誓我以后就对你一个人好 我出院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 向来注重仪表地将明初挥扑扑来接我 他说 你出院了正好 这几天胡锡悦搬家 你也来帮一下忙 我一愣 告诉他 我现在不能负重 需要静养 他像是没听见我的话 没让你搬东西 能做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就成 我甚至连家都没来得及回 直接被他带去了胡锡悦的新家 就在他家旁边 看见我之后 胡锡悦面色瞬间变得难看 但很快又转成一脸惊喜 灿灿劫你出院了 我说明初哥怎么饭做了一半就 火急火了出去了 你来得正好 快来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家 他热情地给我介绍着他家的陈设和布局 打开衣帽间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见了挂了半面墙的江明初的衣服 他很快把门关上 看起来有些慌乱 开始生硬地转移话题 灿灿姐 我没有兴趣看他拙劣的表演 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江明初跟他几个朋友正在厨房里 他围着粉色兔子的围裙 熟练地在锅中翻炒 另外两个人在一边打下手 他们都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像模像样挂名在家里的企业下 别人看着都得叫一声总的那种 我记得半年前 江明初连西游烟机的开关都找不到 原来不管是多大的总 在爱情面前都得沾上人间烟火器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还得是咱西游妹妹 把咱姜哥拿捏得死死的 这都锻炼成特殊了 连许灿都没吃过你做的菜吧 你这话说的许灿是什么 她就是咱姜哥的田狗啊 哪配吃这个 确实是挺贱的 姜哥都这样对她了 她还不走 弄得西游妹妹都没有个名分 江明初只是低头笑 没有跟着出言诋毁 但也没有解释 我跟江明初在一起三年 期间她提过无数次分手 但我都没同意 这才让她的朋友们比她还要嚣张 当然 这是确实怪我 我除了是江明初的未婚妻 还是她公司的首席秘书 提起我 大家都挺不屑的 毕竟女秘书和总裁的关系 总是不太清白 但我跟江明初 真是清清白白 我俩是契约关系 五年 我替她挡桃花 她给我钱 我俩各取所需 我不同意分手 是因为如果提前终止合约 我就拿不到预想中的金额 我出院没多久 就赶上了公司挺重要的一件合作案 我叫江明初开会的时候 她正把手从趴在她办公桌上 睡觉的胡锡月的头发上收回来 胡锡月今年22岁 从某个角度看去 她跟22岁的我有些想 江明初眼里的温柔还没散尽 在转向我时 那点温柔又变成了不满 她最近常常对我不满 有什么事出去说 她刻意压低声音 像是怕吵醒她 半个小时后的会议 她仍是到场了 但看起来有些心不在焉 会开到一半的时候 她接到胡锡月的电话 我就坐在她身边 那边的声音清晰可闻 明初歌 外面下雨了 我打不到车 江明初正要起身 我按住她的手 江总 这次的会很重要 这次的合作 是我半年前熬了很久才促成的 我很看重 她又坐了回去 但眉头一直没松开过 在市场布地方案的时候 她手机又响了一声 她扫了一眼 跟我交代 这次的合作 决定权在你 说完站起来 我下意识拉住她的袖子 江总 她动作更快地避开我的手 看着我的表情有些冷 她说 我有急事要处理 车钥匙给我 她走之后 大家的视线 齐刷刷转向我 我只当没看见他们的探究 装作若无其事 继续吧 从公司出来时 正是雨最大的时候 我叫不到车 只能给江明初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通 她的声音微喘 怎么了 我愣了一下 如实说 雨太大了 我打不到 她说 许灿 我很忙 你可以直接打给司机 她说完 猛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很轻 电话随即被挂断 我知道那是什么声音 我也知道 她现在在跟胡锡月忙什么 我愣神的时候 一辆灰色的轿跑 停在我身前 驾驶位上的男人 微微偏头向我看来 上车 看见他之后 我心头一紧 与此同时 江明初的司机也赶了过来 对方撑伞下车 许小姐 江总让我来接你 我看了眼 激笑一声准备要走的周进 礼貌回绝了司机 谢谢 我坐周总的车就好 周进左眉微挑 像是觉得意外 周进跟江明初是表兄弟 两个人感情一般 但因为血缘关系 不得不搅在一起 雨下得太大 视线不好 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 周进开了一个小时 到了我家楼下 雨诡异地停了 车里的气氛 也跟着变得沉默 谢谢啊 我礼貌道谢 又问他 你回来了 这次还走吗 他却忽然向我身后 看了一眼 我顺着他的视线回头 看见江明初 正靠在车边抽烟 神情会暗不明 等周进走后 他扯着我向楼里走 动作有些粗暴 我没好气甩开他 江明初 你疯了吗 他咬牙切齿 许菜 你别忘了 我他妈才是你男人 胡锡月的家里 我家不进 我不知道这种天气 他是开多快 才赶过来的 我没邀请他进屋 只说没什么事 你回去吧 我第一次跟他 用这种冷淡的语气说话 他半天没动 在开口时软了语气 许菜 咱们不要总吵架行不行 后天放假了 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我只想让他快点离开 直接答应了下来 我俩隔天一整天都没联系 第三天 我提着东西下楼的时候 他的车已经停在路边 他过来接东西 我自然地去拉副驾驶的门 副驾驶的窗户 却忽然放了下来 露出胡锡月那张白净的小脸 他说 灿灿姐 我晕车 可不可以让我坐副驾驶 我一愣 回头看放完东西的江明初 他一脸坦然 你让他坐副驾驶吧 他年纪小 照顾他一下 我点头 行啊 江明初微微皱眉 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反而像是生气了 这次自驾游 一共开了三辆车 江明初的车在中间 后排还有两个男生 我没见过 但他们挺健坦的 我们仨很快打成一片 副驾驶上的胡锡月 也跟着笑 我太极度灿灿姐了 跟谁都可以很快成为朋友 江明初的脸 似乎更黑了 他偶尔会透过后视镜 看后排一眼 有几次我俩的视线对上 每对上一次 他的脸色就又沉几分 打头的车开得很快 江明初追不上 在被隔在一个登岗的时候 他猛地击了下方向盘 整个人看起来烦躁不安 我也没理他 继续跟身边的男生说话 正说到要加一下微信的时候 江明初一脚刹车 直接把车停在路中间 后面的车来不及避让 正好撞上他的车尾 他没有下车查看车况的意思 只是偏头看着我 眼里像结了层霜 他说 许灿 你是不是有病 你说话那么大声 我怎么开车 这确实是有些无理取闹了 两个男生赶忙来打圆场 江哥 先下去看看车怎么样了吧 胡锡月也跟着附和 是啊 明初哥 先去看看车 撞得严不严重吧 江明初坐着眉洞 只是冷着脸看我 下车 见我没反应 他有些不耐烦的皱眉 许灿 下车 你去坐其他人的车 胡锡月回头看了我一眼 带了些幸灾乐祸 这种情况我确实挺尴尬的 下车之后 却正好看见周静的车停在旁边 江明初的声音听起来很惊讶 哥 你怎么在这 周静没好气说 不是自驾游吗 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呢 说着 他向我招了下手 我正要过去 江明初忽然跑下车拉住我 对不起灿灿 我刚才态度不好 你上车吧 或许是察觉到江明初的心情不好 胡锡月一路都没有开口说话 到了目的地已经是晚上 分房间的时候 胡锡月挽着我的手臂 就我跟灿灿解释女生 我们两个睡一间吧 大家约好后半夜登山看日出 我小气之后醒来时 房间里已经没有了胡锡月的身影 看群里才知道 有一拨人已经掀上去了 里面就包括江明初和胡锡月 江明初的胡鹏狗友们 特意发了一张 她背着胡锡月的照片 女主角很快在群里解释 哥哥你们别乱说 灿灿姐该误会了 我是脚崴了 我吃笑 换好轻便衣服 一开门 正跟从斜对面出来的周静 撞个正着 我垂眼向楼下走 她在我身后不远不近跟着 我从没跟人说过 我跟周静的关系 她是江明初的表哥 是我的高中同学 也是我的前男友 我俩分手的原因挺俗的 她妈拿钱砸我 我也正好需要钱 当初因为我 她跟家里是断绝关系的状态 只不过我拿了钱 跟她断了没多久 她妈就生了重病 远渡重阳去治病 她也跟着去了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好在她妈看不上我 不懈提起我 所以四年前 我才能顺利地出现在江明初身边 我加快了脚步 但依然甩不开身后的人 这会儿上山的人就只有我俩 爬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下起了雨 不得已 我们只好去一边的凉亭里躲雨 她靠着围栏点燃一根烟 静静看着倒挂的雨幕 问我 这几年过得挺好的 我说 她讥笑一声 碾灭了烟头 我过得不太好 我沉默不语 她忽然靠近我 温热的呼吸 逼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她说 许灿 你得来地狱陪我才行 你们在聊什么呢 大家还在上面等你们呢 我一回头 看见江明初撑着伞 站在雨里 眼神比风还冷 不等我说话 她一把 把我拉到她身边 手像是铁钱 夹在我手腕上 我微微皱眉 她递给周静一把伞 哥 你打这把吧 现在雨小了 咱们赶紧上去跟他们会合 一路上 她都沉着脸 我也没说话 到后来 她放开我的手 改搂着我的腰 我不习惯跟她这么亲密 出声提醒她 江总 她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滴鹤道 你闭嘴 中途路过一个洗手间 她直接把我拉了进去 进门后 低头就吻了下来 我下意识 偏头躲过这个吻 这个举动 显然是刺激到了她 她死死捏着我的下颌 逼我看着她的眼睛 许灿 你嫌弃我 我不说话 她情绪反而越来越激动 她说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 跟我哥站在一起的样子 很丑 怎么 现在又想勾搭上我哥 她看不上你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既然是出来玩 我也不想跟她争吵 见我要走 她死死攥着我的胳膊 我忽然有些心烦 一把甩开她的手 将明出 你真是够了 她怒急反笑 够了 你这么嫌弃我 那我们就分开啊 我已经数不清 她这是第几次 拿这个说事了 跟往常一样 我没有离开 只是回头看着她 她死死盯着我 竟像是有些紧张 但这点紧张 在我看向她之后 又消散了不少 她向我伸出手 所以 你要是不想分手就 我打断她的话 好啊 分开吧 江明出显然愣住了 像是没想到 我会答应这件事 我转身一推门 就看见周静捂着鼻子 裂切了一下 应该是正想进去 但是被我撞到了 我老老实实跟她道歉 对不起 她看了我一眼 也没接话 把伞塞给我 转头就走 我跟在她身后 见她走一会儿 就会慢下脚步 等我差不多跟上 她再继续走 等我们跟大家会合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 过了很久 江明出才跟上来 身上带着暴力的气息 看见我跟周静站在一起 她拉着我就朝山下走 我不太喜欢 让别人看热闹 也就没有挣扎 背对着我 一直跟朋友聊天的周静 忽然回头看了过来 她说 不是说来看日出 对于这个表哥 江明出是忌惮的 在她停顿的瞬间 一直被忽视的胡锡月 也有些委屈地开口 明出哥 你怎么了 江明出死死瞪着我 等跟胡锡月说话时 终于软了语气 没事 胡锡月又说 听说那边是最佳观景地点 明出哥你陪我过去看看吗 江明出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胡锡月又问我 灿灿姐 可不可以把明出哥借我几分钟 我笑了一下 好啊 江明出却一副 想把我掐死的表情 直到下山的时候 我都没看见这两个人 我都没看见这两个人 等我们收拾好东西 准备出发去下一个地点 两人才一前一后回来 胡锡月的口红是后补的 但还是有点花 而江明出浅色裤子的裤腰下面 有被口红蹭到的痕迹 我是真的被这两个人恶心到了 自驾游回来 我跟江明出一直没联系 但我知道她大部分时间都陪着胡锡月装新房 我觉得她大概是接受了我们合约结束的事实 也松了口气 晚上我加班整理方案 忽然接到了合作方的电话 对话说话支支吾吾 许秘书 我们公司的主体换了 合同需要重新签一下 这次的合作对于我的职业生涯规划很重要 我二话不说答应下来 对方又说 以后有什么事 您直接跟周总对接就行 他说这个项目他要亲自盯 刚结束通话 周进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这个项目有很多东西 我需要到现场看一下 为了早日促成合作 第二天我就接他去了在隔壁省的项目部 周进是比江明初还要难伺候的大爷 我现在得罪不起他 我俩的房间在不同楼层 时间不早 办理完酒店入住我就要回房 我礼貌跟他道别 我先回房间了 明天他看了自己身边的行李箱一眼 转头就走 没办法 我又得帮他把行李拿回房间 一出门 好巧不巧看见胡锡月 跟江明初手挽着手 从对面出来 江明初下意识把手 从胡锡月的手里抽出来 正要说话 看见我身后的周进之后 表情立马变得有些扭曲 许灿 你绿我 我笑着提醒他 我们已经分开了 他说 没分 那是我开玩笑的 身后的周进接话说 哦 但是我和他都当真了 江明初肉眼可见 变得激动起来 他冲过来要拉我 被周进挡开 周进说 进屋 锁好门 江明初眼睛都气得冲血 他说 许灿 你出来 我给你开其他房间 后面的话被门隔绝 我在屋里坐着等周进 没多久 听见另一只手机响了一声 这个手机的联系人 只有一个 是胡锡月 他说 姐姐 我按照你说的办法 他们果然分手了 我没回 胡锡月自然也不知道 他视为明灯的军师是我 江明初更不知道他所谓的真爱 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 一直到很晚 周进都没有回来 只是给我打了个电话 让我不用等他 我回房洗了个澡 出来的时候才看见 手机上有几十通未接来电 微信图标也显示有99加条的信息 点开一看 全都是江明初的 他像疯了似的 一直给我发视频 挂断再发 挂断再发 我正要给他回个话 视频就又谈了过来 像是没料到我会接 一开始他的表情 还有些猙獰 在看见我之后 硬是换上了一副温柔的神色 他尽量让语气听起来 稀松平常 怎么才接啊 我如实回答 我刚洗完澡 他嘴角的笑意 立马僵住了 他问 你为什么要洗澡 你想干什么 周静跟你在一起呢 我还没等说话 他又说 我现在有事要回家一趟 我让司机去接你了 一会儿你下楼 知道了吗 别待在那儿 我觉得他这个状态 实在不适合沟通 正好听见有人敲门 我说 江明初 我是来工作的 我先挂了 他应该也听到了敲门声 一瞬间脸胀的通红 他说 别开门许灿 求你了 我真的求你了 你别开门 你现在就回来 我们明天一早 就去民政局领证 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 好不好许灿 我求你了 我真的求你了 我没说话 直接点了挂断 敲门的是我叫的客房服务 但我没有义务跟他解释 他的司机也被我打发走了 再晚些时候 公司的人事经理联系了我 对方说话吞吞吐吐 许秘书 你现在涉嫌盗取公司机密 给中南科技 需要回来配合调查 事发突然 我走时连招呼都没来得及 跟周进打 哪怕已经是凌晨 江明初跟公司的一众高管 还在等我 简短的交谈之后 我发现这就是江明初设的 逼我回来的局 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却依然停了我的职 并且让我从跟周进那边的合作中 抽身出来 我冷眼看着跟在我身后的江明初 你别闹了行吗 这确实跟我预想的结局不一样 他像是没听见我说话 我刚才已经把户口本拿过来了 马上就天亮了 天亮了 我们就去领证 这段时间 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就不太好 现在更是胡子拉叉 脸上还带着淤青 应该是周进那时候打的 不等说话 我看见周进带着另一个男人 从门口进来 他眼底有淡淡的青涩 应该也是没休息好 见我看周进 江明初生硬地捏着我的下颌 把我的脸扳回来 许灿 你别看别的男人 周进身边的男人自爆家门 我是中南科技法务部的经理 这次来是跟贵公司商讨 有关我司被贵公司恶意诋毁造成名誉受损的赔偿事宜 江明初皱眉 诋毁 男人说 我司收到有关贵公司 污蔑我司不当竞争的录音 如果贵方的赔偿达不到我司预期 我们不排除走诉讼途径 江明初的脸色难看极了 他问周进 你一定要跟我过不去 一直没说话的周进 看起来有些无奈 明初 我不是针对你 但是你嫂子的是我不能不管 对不对 因为周进的介入 江明初没有再继续找事 但我却失业了 江明初把我开了 接替我位置的是胡锡月 都说隔行如隔山 学画画出身的人 转行做秘书 不是一件容易事 我去办理离职手续 顺便找江明初拿钱的那天 胡锡月也在公司 江明初亲自带她的业务 看见我来之后 胡锡月跑过来拉着我的手 灿灿姐 你回来了 我真是太笨了 都学不会的 你也太厉害了吧 江明初坐在椅子里没动 一脸的生人物尽 我抽出手 我跟江总有事要聊 你先出去 他咬住下唇 回头看了江明初一眼 明初哥 江明初对他挤出抹笑 你先出去 办公室就剩我俩 我开门见山 你是违约方 记得把违约金打到我的账户 江明初点了支烟 灿灿 你现在回来 我们结婚 我可以把所有财产 都转到你名下 我说 账号我没换 他的笑终于挂不住了 狠狠折断烟生 许灿 你不要逼我 我也笑了 江总 我在这干了这么多年 公司的事也知道一些 我的耐心就只有三天 自从跟周静分手之后 我一直连轴转 现在失业了 也正好能歇一段时间 我没急着找工作 但注册了代驾司机 实在无聊 就接一单 这天 我顺着定位找到客户 刚到酒店 就看见周静跟一群人 从里面出来 他是个注重仪态的人 平时也是风度翩翩 跟那些人在一起 简直是鹤立鸡群 他站在夜色深处 忽然跟我的眼神对上 我赶忙转身上车 没想到他忽然向我走了过来 客户看见他也是一愣 周总 周静跟他说 我让司机送你 面对周静 我是愧疚的 他不是离京叛道的人 但是却为了我跟家族决裂 宁可去工地搬砖 也要跟我在一起 那段时间 他的掌心被磨得全是血泡 身上也时常带伤 我半夜总是偷偷哭 他就会翻身抱住我哄 媳妇别哭 这些都是暂时的 我不会让你跟我过苦日子的 你信我 所以对于他说的什么 让我去地狱陪他 我是不信的 他舍不得那么对我 他晚上也喝了酒 一开始靠在椅子里不说话 我也没理他 直到快到他家楼下 他语气里有淡淡的嘲讽 说 怎么 江明初把你开了 我知道他气不顺 也没跟他一般见识 顺着他说 是啊 怎么办呢周静 我现在太惨了 他瞥了我一眼 该 我说 要不我去中南科技吧 周静冷笑 你做梦 第二天一早 我还在睡觉 忽然接到了中南科技的电话 那边问我 许小姐 请问您方便来面试吗 我去中南科技的事 很快就传开了 周静没有让我干特别复杂的活 就是帮他迎来送往端茶地水 在他的认知里 这已经是最大的哲辱了 三代圈子里都知道 我跟江明初谈过 很快 他的那些很看好 胡锡悦的胡鹏狗友 开始在群里含沙摄影地骂我 我不想听狗叫 直接退了群 快要下班的时候 周静敲了敲我的桌子 晚上跟我去参加一个宴会 等到了我才知道是家宴 周家跟江家的家宴 我也是这时候才知道 他双亲都离世了 我坐在他旁边 看着他消瘦的脸 忽然有些心疼他 原来他说的过得不好 是这样的不好法 他这会儿正跟长辈在说话 我悄悄碰了碰他的手 他的话微微顿了一下 忽然反手扣住我的手 警告式地看了我一眼 江明初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只有他自己 看见我俩食指向扣 他瞬间咬紧牙根 江家不知道 我跟江明初的关系 江母这会儿跟周静说 那些都过去了 现在你也有了女朋友 早点成家 早点安稳下来 周静笑着说是 江明初表情僵硬 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又眼皮忽然跳了几下 好在一整晚 他都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回去的路上 周静故意摆出一副冷漠的样子 你别多想 我只是找不到人陪我演戏 他的素质实在太高了 他总觉得这样的程度 就已经是对人极大的不尊重 我忽然想笑 我点头 对对对 他瞥了我一眼 不说话了 把我送到家门口 看着我进门 他才转身下楼 没一会儿 又有人敲门 我以为是周静 又要交代什么 一边开门一边问 怎么了 我没想到外面站着的是一身酒气的江明初 他手里还夹着半截烟 看见我脸上没来得及收回的笑 他冷笑 你真行啊 许菜 我下意识要关门 但还是被他挤了进来 他像疯了一样 我把暗进怀里 我说了 我不同意分开 凭什么周静回来了 我就要给他让位置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 你当初接近我是想打探他的消息 现在你用完我就踹了 没有这么好的事 这么多年 我对你不好吗 我给你的钱不够多 那倒也是 作为老板 江明初很大方 作为男朋友 除了经常踢腿 他也没有其他出格的举动 他喝多了站不稳 我一推 他就摔在了地上 他红着眼睛瞪我 周静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 我静静看着他撒酒疯 我说 要不那钱我不要了 你自己留着吧 不知道哪个字眼刺痛了他 他说 我他妈说要跟你结婚 你他妈就只想着钱 我给你的还不够多 你到底要钱干什么 我这人不会撒谎 我说 我想养周静 我怕他过得不好 我不想再因为钱离开他 我父亲是普通工人 我母亲失业 当年我外公生病做化疗 我家卖房子卖地 还是凑不上医疗费 和术后的高昂费用 我家贷款也贷了 亲戚朋友 那也借不到钱了 那时候我跟周静赚的所有钱 都补贴了我家 中间我提了几次分手 都被他冷着脸讯了 以至于后来他妈找上我的时候 我竟然松了口气 因为我觉得周静的人生 不应该因为我变得这样狼狈 我终于有了正当地 让他离开的理由 后来他音信全无 我怎么都找不到他 没办法 我只好接近江明初 再然后 江明初似乎对我动了真心 而胡锡悦 就是我给自己找的后路 他缓缓从地上站起来 许灿 你告诉我 我算什么 我说 如果你现在离开 你就算我表弟 如果你执迷不悟 那就算我跟周静之间的绊脚石 在我住院的那半年 江明初是来看过我的 他都是挑我睡觉的时候来 还会留下一些清淡的饭菜 都是用打包盒装的 我问他的时候 他跟我说是从外面打包带回来的 但我知道这是他做的 因为外卖没有这么难吃 我每天都疼得睡不着 所以我什么都知道 但却只能装不知道 江明初的眼泪毫无预兆砸到了地上 他狠狠抹了一把眼睛 转身就朝外走 到了门口 又看了我一眼 许灿 连你都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 你睡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次见你 也不是在公司 我的心到底还是疼了一下 原来他也一直知道 我什么都知道 可是喜欢不是排他性的吗 喜欢我 还能若无其事 跟其他人劈腿 别的不说 最起码他对胡锡悦是动过心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他笑起来的时候 跟我有些像 还是他想通过劈腿这个举动 来证明什么 或者是挽回什么 我去关门的时候 看见周静靠在栏杆边上 面色凝重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一愣 你怎么来了 他嗓音低沉 刚要走就看见他来了 怕你出事 所以刚才我俩的对话 他应该听到了 我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那什么 周静忽然把我拉进怀里 时隔四年的拥抱 并没有让我觉得陌生 就好像我们本来就该是这样的 过了好半天 他才说话 许灿 你就是一白眼狼 但最后 他还是跟我这个白眼狼求了婚 周静求婚的视频 在朋友圈里被疯传 一跃成为姑娘们 要求自己男友求婚的标准 我不是个爱哭的人 但视频里的我 哭得稀里哗啦 想停都停不下来 就好像他之前 让我受了多大的委屈 晚上 胡锡月又给我小号发了微信 他说 那个婊子要结婚了 真好 江明初就是活该 他就应该爱而不得 他就应该被他折磨 他就该死 自从我同意跟江明初分手 我就没再给他回过微信 但他似乎也不在意 反而把我当成了树洞 我看着他情绪逐渐崩溃 说的话也一天比一天恶毒 他说 江明初是我的 死也得跟我死在一起 谁接近他我弄死谁 没几天 他又说 江明初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 我该怎么做 你教教我 我求你了 我不能没有他 我给他回了最后一条微信 当你选择插足别人的感情的时候 你就没想过这东西 你怎么得来的就会怎么失去吗 回完就注销了小号 没多久 胡锡月持刀伤人的事就被报了出来 他刺伤了江明初的新女朋友 以故意伤害罪 锅铛入狱 是江明初报的警 我看见新闻的时候 正在挑戏弹河 一转身 就看见好几个月没见的江明初 从门口进来 他比之前瘦了些 但也能看得出来 他在努力把生活拉回正轨 听说他的新女朋友 是认认真真谈的要结婚的那种 身边到底是有人管着 他的状态比之前那段时间要好一些 看见我他明显愣了一下 在看清我手里的东西之后 眼里的光又暗了下去 我俩谁都没有跟对方打招呼 他目不斜视从我身边走过 在擦肩而过的瞬间 门外吹进来一阵风 很暖 有春天的味道 也把一些无形的东西 吹得无影无踪 我出去的时候 周静已经在门口等我 他坐在驾驶位 修长的指尖夹着根烟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惆怅 我问他 你怎么了 怎么不开心了 他没说话 只是向我身后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 我就知道他不高兴的原因了 我哭笑不得 周静你行了呀 你别揪着那些事不放 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周静瞪了我一眼 上车 他就是个别扭的性格 我故意逗他 你这样可不像是男主角呀 你好像上位的男二 每天都担心女主被抢走 今天是个艳阳天 阳光照在身上暖乎乎的 路很长 我在副驾驶昏昏欲睡 快要睡着的时候 唇上忽然贴上来一片柔软 我一睁眼 就看见周静浓密的睫毛 和清俊的眉眼 吻到最后 他惩罚式地在我唇上咬了一下 然后哼了声 你确定我是男二上位 我明明就是重生归来的男主 这次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故事二 结婚不到一年 我和周燕就领了离婚证 朋友问起时 我笑了笑 整天面对同一张脸 腻了而已 朋友说我太凉薄 可他不知道 这是周燕为了哄时习生开心 亲口说出的话 我提出离婚时 周燕正收拾着饭桌 准备洗碗 他把碗放进洗碗池 扭过头问我 为什么 周燕的眼底有迷茫 有不解 唯独没有我想看到的慌乱与害怕 相恋七年 我们已经将彼此看作自己的亲人 认定余生对方都将陪在自己身边 不会轻易离开 金宝摇着尾巴凑上来 在他脚边打着转 我说 昨晚我抱着你睡觉时 你甩开了我的手 说很热 周燕文言似乎是松了口气 他转过身 打开了水龙头 水流声冲散了他的声音 听起来有些模糊不清 齐怀 不要闹了好吗 这算什么理由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今天 过上向往的日子 我平静地望着他 开口打断 我说 离婚 周燕停住 没有说话 金宝也察觉到 此刻的气氛不对劲 他主动走到我跟前仰面躺下 露出肚皮 咧开嘴 我没有动作 站在原地 等待周燕的回答 不知道过了多久 周燕终于说道 你决定好了吗 我尊重你的意愿 视线被泪水模糊 我一把抹去 庆幸此刻周燕没有回头 不然被他看到我现在的模样 提离婚的气势要弱一半 金宝终于不再傻乎乎地笑 他的尾巴越摇越慢 最后停了下来 从民政局出来时 周燕保持着一贯的风度 他将离婚证放进口袋 随口问道 那家里的东西 已经联系好搬家公司了 周燕一顿 应了声问 他应该也没想到 我的动作会这么快 快到从民政局出来不到两小时 家里就已经被搬空一半 收拾最后的行李时 周燕接过我手中的衣服 叠得整整齐齐 再放进行李箱 他语气自然 前些天你说没衣服穿 我就在网上买了几套 等你搬到新住址 我把衣服给你系过去 过两天要降温 平时住一些 周燕耐心叮嘱着 我望着他的侧脸 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 我和周燕的七年 在这一刻终于结束 意料之外的 没有人歇斯底里 没有人哭着挽回 我和周燕都保持着应有的体面 我的离开仿佛只是简单的出趟门 换作三年前 不 五年前 如果有人说 我会和周燕结婚 我会高兴地整晚睡不着 兴奋地抱着周燕 亲吻她的脸颊 告诉她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终于终于在一起了 如果有人说 我和周燕最终会离婚 我会和朋友绝交 认为她不值得来往 周燕七年的真心我都看在眼里 怎么能仅凭一张嘴 就否认我们的感情 可现在 是我亲口提了离婚 是我放弃了这段感情 我站在门口时 平时温顺可爱的金宝 反常地焦虑起来 她不停在 我和周燕之间来回跑着 她想要跟上我 跑出去 却发现周燕站在原地 于是又跑到周燕脚边 咬着她的裤腿往外拽 周燕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金宝急地汪了一声 对金宝好一点 我还是没忍住开口道 周燕弯腰摸着金宝的脑袋 你放心吧 我点了点头 和上门的瞬间 周燕似乎有话对我说 我转过身 没有停留 家具太多 等到一一搬上来 整个人都泪瘫了 我躺倒在床上 望着天花板 手机传来震动 是闺蜜 陈桥的消息 齐怀 你疯了吗 好不容易 熬到和周燕结婚 你怎么搞这一出 我停在屏幕的键盘上 思索再三 感情淡了 没办法 陈桥的消息 在下一秒发了过来 你忘了 你以前有多喜欢周燕了吗 宁愿跟着他缩在 十几平的出租屋里 也不愿意分手 现在他终于出人头地了 有钱了 有地位了 还那么温柔体贴 你总算熬出头了 你说离就离 你打算把这么完美的老公 便宜给谁 我还在想 怎么平复陈桥的怒火 隔壁却传来打闹声 听声音 估计是一对小情侣 男生说了句什么 女生笑了起来 笑声穿过墙壁 钻进我的耳朵 我一阵恍惚 依稀记得 曾经的我和周燕 也是这样 两人挤在 没暖气的出租屋里 到了冬天 她会把我的脚 揣进怀里 习怀 对不起 都是我没本事 才会让你 跟着我一起受苦 等以后我们有钱了 我给你买个大别墅 暖气开得足足的 地上铺满厚厚的毛毯 就算光脚走 也不会觉得冷 好不好 齐怀 她的掌心无比温暖 我望着她认真的神情 忽然就觉得没那么冷了 周燕 你钱多得没处花吗 干嘛铺那么多地毯 我们都要好好努力 到时候 你要给我买很多好吃的 带着我四处旅游 到时候 要一起看世界 我靠在周燕肩上 听到她嘀嘀的笑声 好 齐怀 我答应你 其实我并不觉得 那时候是在吃苦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为了让对方 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那条消息 停在聊天矿的最底端 我看着看着 不禁想 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估计是那天 周燕迟迟没有回家 打电话也不接 我打通公司的电话 才知道周燕两小时前 就已经下班了 我望着窗外 一眼看到周燕坐在车里 手里是明灭的烟头 她就那样坐在车里 两个小时 不接电话也不回家 从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 也不过如此 看到屏幕上周燕两个字时 我还有些没回过神 离婚后不干涉对方的生活 是我们当时的约定 可现在 手机在桌上震个不停 来电铃声响了又响 颇有一种 我不接电话 就会一直打到我接的尽头 我皱眉接通 不是说了离婚后 不许打扰对方 齐怀 金宝好像病了 质问的话 被堵在嗓子眼 周燕的声音 难得带着焦急 你能来看看她吗 她最近食欲不太好 吃最爱的零食 也只是吃一点点 本来以为过几天就能好 可今天 我在监控看到 她一直待在窝里 动也不动 心被紧紧揪住 我下意识握紧手机 我马上过来 对面听到话后一顿 接着我听到她吸了口气 今天我加班 很晚才回来 你不要急着走 多陪陪她吧 她的话解决了我最后一个顾虑 好 我说 我没想到 才短短一个月不见 金宝就会瘦成这样 她缩成一团 奄奄地睡在窝里 身边是她最爱吃的狗粮 放在平时不到五分钟 就能全部吃完 可现在却原封不动地 从早上放到了晚上 金宝 我只是轻轻叫了一声 她的名字 便看到 她蹭得立起耳朵 她闻声扭过头来 看到了我 我无比清晰地看到 她漆黑的眼睛 呼得亮了起来 一瞬间 好像所有的不是 全部消散 她摇着尾巴 扑到我身上 舔着我的脸 汪汪 我摸着金宝的头 她兴奋地咬着我的裤腿 把我往狗窝那边扯 接着我看到玩具之下藏着的 数不清的零食 原来金宝是想用最珍贵的东西 换我留下 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小狗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爸爸妈妈 为什么分开 也不知道 为什么妈妈不再回来 我抱着金宝 把头深深地埋进 她的毛发中 金宝的下巴 搭在我的臂弯 安静地摇着尾巴 金宝你乖乖听话 好好吃饭 好吗 我颤声说着 刻意被压抑的情感 在这一刻汹涌而出 对不起啊 金宝 这是离婚后我第一次哭 金宝舔去我的眼泪 她大口吃着碗里的狗粮 拼命往我怀里蹭 我读懂了她的心声 妈妈 我会乖乖的 让我和你一起走好吗 金宝是我和周燕意外捡到的 那天下着小雨 我和周燕吃完火锅回来 嚷嚷着要再来两瓶啤酒 路边的绿化带传来微弱的叫声 我比了一个虚的手势 周燕配合得不出声 周燕指了指绿化带 我寻声凑上去 扒开阻挡视线的枝叶时 你点见了我一身 我惊喜地喊着周燕的名字 周燕 这儿有一只小狗 我脱下外套 小心翼翼将小狗抱了出来 扭头望向她的眼睛里 满是亮光 脏兮兮的小狗 还没有睁开眼 她努力往我的怀里钻着 寻求着温暖的怀抱 连自己的未来 都不清楚在哪里的两个人 在那天决定要 共同养育一个小生命 周燕没有养过狗 我也没有 两人望着音音叫的小狗 面面相去 手足无措 特别是我 长到现在为止 堪称生命杀手 众个仙人掌都会重死 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也要对一条小生命负责了 周燕 冰箱里有鸡翅 我现在赶紧拿出来解冻 等会儿喂她吃 拜托 她最多也就一个月 现在正是吃奶的年纪 奶粉 她需要奶粉 周燕气急败坏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我伸向鸡翅的手一转 拿出一瓶牛奶 瞧你这话说的 我还能不知道这 周燕发出尖锐爆鸣声 小奶狗喝不了牛奶 会拉肚子 我下去买 她连衣服也来不及换 匆匆开门 还不忘叮嘱 你擦擦她身上的雨水 先别洗澡 对了 吹风机荡调低一点 别烫着她 我小心翼翼抱起她 用纸巾吸干毛发上的水 周燕动作很快 一边喘着气 一边把泡好的羊奶粉喂给她 我们给她起个名字吧 我摸着她的脑袋 叫金宝怎么样 你掉进前眼儿了 周燕挑眉 伸手仔细擦去 她嘴边沾上的奶渍 哎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一正词言 狗会旺财的 我们叫她金宝 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富有 金宝也能跟着我们过上好日子 然后金宝就会成为最最最幸福的狗狗了 周燕被我馋得没办法 宠密地笑着 好好 金宝 金宝 周燕搂住我 对着金宝 指了指自己 这是爸爸 她接着指了指我 一字一句慢慢道 这是妈妈 金宝 欢迎来到我们家 她的声音清透温柔 我听见自己加速的心跳声 我偏头亲上她的脸 周燕不说话了 我感受到 她搂着我的手 更紧了些 金宝还在这儿呢 我一笑 抬手去解她的钮扣 她还小 不懂 金宝一天天长大 渐渐地也能明白 爸爸是指周燕 妈妈指的是我 她会在早上六点 准时叼起 六狗绳到床边 周燕揉着眼镜穿好衣服 小声叮嘱金宝 妈妈在睡觉 别吵到她 等我睡醒时 周燕已经做好了早餐 饭香味弥漫在整个屋子里 睁开眼 便是周燕靠着门对着我笑 那时我也会在下班时 跟周燕一起啃一块饼 也会为了要不要多加一块肉 犹豫 但是我们俩相识一笑的时候 又觉得幸福到晕眩 那个时候 我觉得所谓幸福 也不过是两人一狗 一方温馨的小家 那时候 我们一无所有 周围的朋友 都劝我找一个经济条件 更好一些的男生 但是我坚定地 相信着我会和周燕 一起走过余生 没有人比我们更契合 没有人比我们更相爱 至于物质 我们可以一起去挣 我学历不错 还能吃苦 我肯定会带着周燕 过上好日子的 可我忘了 人都是会变的 我看了眼时间 已经将近凌晨一点 周燕还没有回来 不知道究竟是工作太忙 还是想躲着我 我抱着金宝离开时 她不停舔着我的脸 尾巴晃个不停 夜晚的风很冷 经过楼下时 我才看到周燕 一直在楼下等着 她的目光落在金宝上一瞬 接着平静地一开 这么晚了 要不先住一晚 明早再走也行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 我可以睡车里 她直直地望着我 我摇了摇头 不用了 你赶紧回去吧 明天还要上班 齐怀 她声音低雅 你是认真的 我看到她袖中紧握的拳 心中一阵刺痛 我强撑着露出笑 周燕 你不觉得现在问这些太迟了吗 你答应离婚 答应得那么痛快 我还以为你早就受够了 宁愿待在车里待两个小时 也不愿回家陪着我 周燕上前一步 昏黄灯光下 眼尾通红 我只是有点累了 我只是想要一点休息的空间 这也有错吗 齐怀 如果你不喜欢我这样 以后我会早早回来 平静的面具裂开一条缝隙 她的眼中满是痛苦 每个纪念日 我都会买好鲜花和礼物 你想要的东西 第二天就能送到手上 从前我给不了你的项链 手链 戒指 包包 房子 车 我现在都可以给你 我不明白 金宝汪了一声 打断了周燕的话 周燕还想解释 我却不耐烦起来 她真的以为 我会因为她工作太忙 疏忽了我而离婚 睡觉没有抱我 不肯早点回家 我说话时没有回应 我发消息时 也只有很敷衍地问 这算哪门子理由 我想起那两个一模一样的窗壳贴 恶心感再次犯上心头 周燕的眼尾还挂着泪 我却厌倦了她这副假装深情的模样 我直直地望着她 是啊 礼物从来没有缺席过 而且你越愧疚 送我的礼物就越贵 只是在你心里 我从冒雨也要赶回来过生日的人 变成了几千块钱就能打发的人 你把钱给了我 那时间呢 你的时间给了谁 周燕身形一僵 我接着道 宋言 我只说了两个字 却无比清楚地看到 周燕的脸色在瞬间变得苍白 还有几丝震惊与错愕 我不愿再与她说话 撞开她的肩膀 静止走过 周燕站在原地 原本挺得笔直的身形 在此刻一点点弯了下来 像条丧家之犬 宋言的存在并不算什么秘密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六年 周燕的事业终于有了些起色后 为了早点和我办婚礼 她开始整晚加班 有时候一整天不吃饭 都是常态 我特意跟着网上的教程学了营养餐 想着给她送来 到公司时 周燕正坐在办公室前 眉头紧皱 翻看着面前的简历 看到我的瞬间 她的神情变得柔和 齐怀 放假不在家休息 怎么想起来公司 我将饭盒递给她 你再不规律饮食 就要得胃病了 周燕轻笑 我还要娶你 怎么会搞垮身子 趁她吃饭的功夫 我随意拿起简历饭看 一眼便看到了宋言 二十出头 青春活泼 圆圆的眼睛 像小鹿一样明亮 最重要的是 她长得很像我 心头咯噔一跳 周燕凑上来 自然而然道 是吧 我也没想到 天底下 还有这么相像的两个人 她喝了口水 微微摇着头 就是性格不像你 又闹腾又扎虎 当年的你 比她聪明可靠多了 我下意识开口否认 人家年纪还小 总要历练历练才行 周燕停下吃饭的动作 盯着宋言的简历 看了又看 履历和能力 倒也说得过去 明天让她来上班试试 当时的我完全没觉得 是在引狼入室 周燕轻易地靠着我的肩膀 望着宋言简历的目光 冷静又理智 甚至犹豫再三 才同意了我的提议 我相信 她完全是出于 鄙视面试的综合考量 才会同意接收 宋言为实习生 也许一开始 确实是这样 宋言常常因业务问题 被周燕 剔头盖脸一顿训斥 哭丧着脸回到工位上 一忙就是一整晚 有时候 我来接周燕下班 还会看到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嘴里咬着半截面包 双手不停地敲着键盘 我偷偷问周燕 你给那么大压力 就不怕那姑娘不干了吗 周燕握着我的手一紧 笑道 你当年都可以顶着甲方的责骂 为了谈下了订单 也可以不眠不休地 给我修改出 让甲方最满意的方案 和你比起来 这点压力算什么 她的性子我摸索得差不多了 和你一样 属于越挫越勇行 说不上来 听到周燕这样 评价宋言时的心情 明明是随口一说 我却能感受到 她自理行间对宋言的欣赏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 细究其中的不对劲 便被周燕突如其来的求婚 砸了个晕头转向 那天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七个纪念日 我们吃过饭 牵着金宝 满悠悠在海边散步 周燕的额头满是汗 我觉得好笑 你紧张什么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怎么还和以前一样 周燕没有回答我 而是加快步伐 停在我面前 单膝跪地 耳边只剩下周燕 因紧张而不停颤抖的声音 七怀 你愿意嫁给我吗 金宝摇着尾巴 在我和周燕之间不停转悠 她也汪汪地叫着 像是为我们的感情而欢呼 路过的行人 纷纷停下脚步 他们露出一脸激动的神色 有人带头鼓掌祝贺 人群中传来起哄声 嫁给他 嫁给他 我望着周燕 细数我们一起经历的七年 从二十二到二十九 我们相知相伴 陪着彼此度过最黑暗 最贫穷的时光 我见过他 为了谈合同 低声下气的模样 也等来了他站在台上 意气风发的模样 我也曾为了他 熬过很多次通宵 累得直不起腰 但是从不后悔 眼泪在瞬间落了下来 我笑着抹去 弯腰吻上他的唇 我愿意 我太过喜悦 以至于没有看到 周燕忽然紧绷的神色 没有察觉到 他的目光 落到了远处的颂颜身上 他面色惨白 呆呆地站在树下 也许是我们在一起太久了 对彼此太过熟悉 新婚的激情 很快被平淡的日常冲淡 周燕依旧会早起六金宝 依旧会在我醒来前 做好早餐 我也一如既往地 陪在他身边 一切都没有变 我本来觉得 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直到有天我自告奋勇 要代替周燕去遛狗 周燕罕见地 避开我的眼神 齐怀 你不是平时最怕早起了吗 怎么今天有心思遛狗 还是我去吧 哪怕是迟钝如我 也感受到了周燕的不对劲 心头浮上一层阴霾 我不由分说拿走他手中的绳子 金宝兴奋地汪了一声 刚移到楼下 便静止冲了出去 成年狗的力气很大 我不受控制 被金宝拽着跑 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 膝盖被蹭破 我下意识松开手 再次抬头 金宝已经没了影子 听说狗贩子很猖狂 金宝不知道去了哪里 要是遇到危险 就遭了心理既着急又担心 我连忙爬起 忍着腾往外走 边走边叫着金宝的名字 汪汪 我听到金宝的叫声 盲寻声望去 可看清眼前的一切后 笑容便将在了脸上 金毛和另外一只狗 在一起玩耍 那只狗的主人 一是宋颜 他似乎并不意外见到我 弯起眼睛 甜甜地笑 姐姐好 听说今天是您六金宝 脸上是已经工作了多年的我 身上没有的青春与亮丽 他站在那里 金宝星冲冲跑过来 叼着我的裤腿 想要把我拉到宋颜身边 金宝其实是一只很韧生的狗 很少冲别人摇尾巴 可眼下 他分明对面前的一人一狗 都无比熟悉 心狠狠一痛 就像是 就像是金宝和宋颜 已经认识了很久 已经熟悉到 金宝把他当作了家人 而我对此毫不知情 膝盖传来刺痛 宋颜这才注意到我腿上的摔伤 姐姐 你怎么 金宝 说了让你每天没跑那么快 我这里有窗壳贴 姐姐 你稍等一下 宋颜连忙在包里翻找着 我愣在原地 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他顺口训斥金宝的模样 实在太自然了 我不敢想 每个睡熟的清晨 周燕和宋颜 都在做什么 有多久了 到哪一步了 暧昧 拥抱 接吻 还是上床 脑中一团乱麻 我不知道 我不想猜 滔天的疲惫将我淹没 我深深吸了口气 尽可能保持体面 不用了 小伤 我先走了 金宝 回家 转身离开时 我心里也没底 我怕金宝没完够赖在 宋颜身边不肯走 怕宋颜开口 虚情假意地挽留 不过幸好 金宝还是快步跑到了我身边 幸好还有他在我身边 金宝用头蹭着我的手 轻轻地汪了一声 我死死攥紧绳子 努力不让眼泪落下 没事 金宝 我没事 其实路上我还在犹豫 如果是我误会了他们的关系呢 万一只是碰巧呢 我伪装成只是摔了一跤的样子 铁嘴抱怨 金宝在外面跑得太快 害我摔了一跤 疼死我了 幸好没遇到什么熟人 不然可就太丢脸了 我明显感觉到 周燕在听到这句话时 松了口气 她用点腹仔细涂抹着伤口 就说了让我去吧 金宝长大了 力气也大了不少 她从医药箱拿出一个窗壳贴 仔细贴在伤口上 眉眼温柔 神情认真 可我的心却在瞬间沉到了谷底 因为周燕手中的窗壳贴 和宋妍手中的一模一样 晚上吃完饭 周燕一如往常去洗碗 电视播放着我们曾经最爱看的电视剧 金宝绕在我的脚边 晃着尾巴 我说 周燕 我们离婚吧 或许是周燕李亏 她很快开除了宋妍 我只觉得好笑 最先动了歪心思的人 明明是周燕 最终被开除 丢掉工作的人 却是宋妍 宋妍 是在一个下午找上我的 她头发长长了些 比初见时多了些沉稳 眼睛依旧明亮 神态也是不卑不亢的 她真的很像我 年轻时候的我 这是正是与她见面的第一印象 我以为又会上演哭哭啼啼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这样荒唐的剧情 她却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 道了声抱歉 我并不是有意要破坏你的家庭 只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想帮帮你 宋妍眼眸低垂 神情柔和 脑海中浮现出金宝绕在她脚边的模样 那天她也是这样 温柔地注视着金宝 脸上是浅浅的梨窝 宋妍轻轻一笑 呼得开口 那天雨其实不大 可金宝太小了 只一句 我便明白了齐燕在说什么 思绪被拉回那个雨夜 我惊讶地望向她 所以我很感激你 谢谢你带她回家 宋妍说 金宝是在她高三那年 在楼梯间捡到的 大概出生两三天的样子 饿得连叫也叫不出 她偷偷把金宝藏进书包 几个人围着她 叽叽喳喳商量 过程虽然手忙脚乱 但好在金宝还是健健康康长大了 后来也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 她的妈妈得知了这件事 老师家长都说 学习时间最为宝贵 要争分夺秒 一刻也不能浪费 等我再回来 金宝已经不见了 宋妍顿了顿 抬头望我 那天早晨看到金宝时 我甚至不敢相信 那是真的 直到金宝扑上来 冲我摇着尾巴 后来的故事我大概了解 周燕意外发现了 这个和我长相性格都如此相似的女孩 得知她刚毕业 四处找实习时 周燕抛出了橄榄枝 宋妍顺理成章进入了公司 她天真的以为 周燕对她的好指是出于欣赏 直到不经意的肢体接触 逐渐增加 越来越频繁地私下交流 也许是见我脸色惨白 宋妍停了下来 她神色更柔和了些 抿嘴一笑 齐姐姐 你该不会以为 我是白白被开除的吧 周燕婚内骚扰女员工的事 早被我上传到公司邮箱了 你看一眼公司群 就会发现 里面已经聊得热火朝天了 我一愣 连忙拿出手机 照片中 宋妍的脸被遮挡住 周燕靠近女员工的动作 被拍得一清二楚 群里议论纷纷 没想到周燕看起来绅士 却是这么一个人 我听说 她有相恋七年的女友 去年才结婚 今年就 现在看来 她早就觉得腻了吧 真没想到 会做出这种事 我抬头看她 宋妍握住我的手 目光坚定而温柔 你值得更好的 后来周燕的事 被捅到了总公司 上面的人认为 她私生活不检点 有爱公司形象 一致决定辞退她 陈桥听说后 怕我想不开 敢来安慰我 七怀 我也没想到 周燕会是这样的人 你别难过 好男人有的是 看到我收拾好行李 她顿住 别呀 为了个男人 离开这座城市 也太不值了 金宝摇着尾巴 扑了陈桥一个满怀 陈桥连拖几步 坐在地上 我偏过头 冲她一笑 怎么会呢 这七年 周燕成长了 我也成长了 我能够有 今日的地位 怎么会放弃 我现在的成就 不过 我订了机票 明早的飞机 去旅游吧 我们约定好的 陈桥瞪大了眼睛 一连说了好几个你 最后 却还是欣慰地笑了笑 只要你不为那种小事 难过就好 她抱着金宝 站起身 我可得抓紧收拾行李了 气怀 明天见哪 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很多事 会随着时间的沉淀 变得没那么重要 毕竟这七年 我也在努力 是为了可以跟周燕 有更好的未来 可现在的我 也并非周燕不可 从非周燕不可 到后来的放手 很难说 现在的我对周燕 到底是什么感情 年少的爱意早在 日复一日的 敷衍欺骗中 消磨殆尽 只是偶尔想起她 会可惜 我们最终 走到这个地步 如果她当时 没有故意靠近宋言 如果她当初 没有待在车里 太多太多了 一步错 步步错 是周燕亲手推开我 选择堕入深渊 年少时 冒雨笑着 为我送上 生日祝福的周燕 永远地留在了 那七年 连带着 从前的 非周燕不可的 固执不通的棋怀 也一并消失 不过幸好 一切都不算太晚 幸好 我从未停下过 进步的脚步 幸好 我还有自己的事业 跟人生 一切还来得及 后继 周燕没想过 齐怀会真的选择离婚 齐怀的情绪 向来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她本想哄哄 就能让她消气 谁料 当晚齐怀 就收拾好了 全部的行李 到民政局时 周燕还在欺骗自己 或许 齐怀只是想 吓唬吓唬她 每两天 又会闹着复婚 她下意识认为 齐怀不会离开自己 在一起这么多年 两人早已融为一体 生活中处处都是 彼此的身影 怎么会说分开就分开 所以在接过离婚证时 她也没有想象中的 焦急害怕 周燕笃定 就算离婚 齐怀也一定会回到她身边 搬家公司的动作很快 属于齐怀的行李 被搬得一干二净 房子顿时空了一半 金宝汪汪直叫 周燕被吵得不耐烦 当时执意留下金宝 也是在赌齐怀心软 只要金宝还在周燕身边 齐怀就不会彻底离开这个家 谁知道齐怀走了 金宝也在闹脾气 不吃不喝 看到她就叫个不停 房子太空了 空得让周燕心慌 她借着金宝生病的借口 给齐怀拨去了电话 齐怀果然来了 其实那晚周燕没有加班 她早早就到了楼下 她希望拖得再晚些 这样齐怀就能睡在家里 周燕可以名正言顺 抱着她回到床上 然后第二天就会变成 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 两人的感情重归于好 她强装镇定 却被齐怀平静的一句话 击破了伪装 她说 送言 周燕那一刻 只觉得天旋地转 她开始懊恼 明明都已经结婚了 明明可以和齐怀 共度一生 这一切 却被自己搞砸了 七年 她和齐怀的七年 周燕自以为 伪装得天衣无缝 她不知道齐怀 是怎么察觉到的 从什么时候 从哪里 周燕都不知道 她只知道 齐怀不会回来了 那点虚无缥缈的希望 碎得彻彻底底 大概是周燕和齐怀 在一起的第六年吧 周燕遇见了 四处求职的宋言 她借口把她收进了公司 周怀对这个年轻版的齐怀 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她总会忍不住去看看她 其实哪怕 齐怀没有说留下她的话 她过后 也会找人是留下她 如果宋言遇到难题 她刚好可以帮着解决 不过周燕可以确定 那不是爱 自己一生的爱人 早在七年前就已经认定 她会陪着齐怀一辈子 直到两人耻目 白发苍苍 周燕无法想象失去齐怀的生活 可她和齐怀已经在一起太久 生活总是需要新鲜感的 只是需要把握好分寸 所以她在面对宋言时总是克制的 可她忘记了女性天生拥有敏锐的直觉 宋言在周燕第三次来到她宫位上时 故意提起自己每天要早起遛狗 接着清楚地看到周燕的眼睛一亮 之前的相处中 周燕举止太过自然 以至于宋言一直认为她是单身 直到那天 看到人群中的周燕 对着齐怀单膝跪地 说出那句 你愿意嫁给我吗 说不上来的恶心占据了宋言的全部内心 她早该注意到的 下午茶时出现在桌上的奶茶 总是陪着自己加班的身影 齐怀笑得那样开心 全然不知自己的未婚夫 究竟做了多少丑恶的事 从那一刻起 宋言开始想用什么办法 可以让齐怀察觉到这一切 宋言一边筹备搜集证据 一边故意被齐怀抓到蛛丝马迹 只是在看到齐怀受伤的双眼时 宋言突然觉得有些愚心不忍 宋言想 或许一开始就告诉她真相呢 她是会蒙住双眼 浑浑噩噩接着生活 还是果断离开 与那家伙一刀两断 宋言不知道 但她知道 一定要让齐怀 对周燕彻底死心 她那么好一个女孩 不能被周燕误了终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